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這次來到愛情QA主題啦 以下是A小姐的來信 貝大你好我是女生粉絲 我透過學習貝大的付費課程和youtuber影片 這陣子真的成長很多 我非常喜歡你的課程 也非常感謝貝大的幫助 近日我在追求心儀的男生有遇到一個小問題 因此來信想請教貝克蘇 希望日後能有機會在您的影片當中得到回覆 我是27歲女生 對方是33歲男生 對方之前應該沒有交過女朋友 雖然她的個性很親切 對陌生人的態度也很大方 她在服務客人的時候真的非常有熱忱 我本身也是客人之一 但是對於認識和主動追求異性都比較被動 我從她社群網站以及和朋友之間的互動來側面推敲出來的 今年3月初的時候 發現自己喜歡她 所以決定主動追她 經過一個月的努力 4月初的時候才有了第一次的單獨約會 怎麼覺得自己好像有點遜 差第一 因為她很喜歡運動 所以我們的初次單獨碰面是上班前在附近的學校城跑 跑完就散步聊天 結束後一起吃早餐 再各自準備上班 日後的約會模式 暫且大概也會是如此 雖然第一次約會我沒有馬上推進肢體接觸 不過聊天的氛圍很開心 有確實跟對方更熟悉的感覺了 我想問的問題是 若我想要在日後的約會推進關係 對於比較沒有與異性交往今天的她 我應該要採用若有事物的肢體碰觸 像是輕拍手臂 或者碰到肩膀 還是可以大膽的進攻 直接前手必咚 不知道這是不是很笨的問題 但是真的很怕太直接的行動會嚇到對方 又怕若有事物的肢體碰觸效果不髒 所以才來向貝大求救 再次感謝貝大的耐心閱讀 哈囉A小姐感謝你的來信 我的影片或是課程有幫到你很讚喔 你說要大膽進攻還是若有事物的接觸呢 其實若有事物的接觸就好了 可能靠近她一點點 或是要靠近你的時候不要退開 又或是突然碰她肩膀或是手之後 說某句話再很快的放開 可能是 你看那個好漂亮喔 那當然這些動作是很自然的 你說她應該沒交過女友或是互動是很被動的 這些可能是你的猜想 因為也不一定是實際狀況 但你們已經有了第一次約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就假設她是一個不知道怎麼吸引女生 或是追求女生的人 但是她只要是對你有感覺的 那你從些微的靠近她 或是碰觸她的時候 觀察她的表情 她的表情通常會產生變化 也許是害羞不知所措 可愛的感覺 也許可能會有這樣的反應 又或是當機都有可能 從碰觸去觀察她的反應來判斷 假如完全沒反應 或是有點下意識閃避你的靠近 那是很些微的動作 兩三次以上這樣的反應 那也許她沒喜歡你 也許就只是無聊所以跟你出來 因為就算不知道怎麼吸引女生的人 她還是會想要做點什麼事情來追求你 不管是後續她主動去覓你 去提出邀約去約會 又或是吃醋的反應 或是對你匱乏 簡單來說就是她開始有慢慢被你影響 你是感受得到的 所以實際上你可以做的行為 可以在之後後續第二次和第三次約會之中 去用空間距離的拉近 或是些微的肢體碰觸去拉近連接感 再從她的反應表情去判斷她對你的感覺程度 在這過程中她有想要續攤的意願嗎 還有不想太快結束這場約會的感覺嗎 她跟你約會完 有比原本跟你互動吸引的狀態更主動一點嗎 有的話那麼關係就會越來越緊密 你成功率就會越高 那為什麼我說不需要直接去做直接的肢體接觸 去必動對方去牽對方手 是因為不需要做到這些行為 你也可以判斷現在對方感覺大概到什麼程度 其實女生去跟男生互動吸引 雖然你的外表和你呈現出你個性給她的感覺 都是吸引要素之一 但是以做法來說 還是以主動一點的暗示會比較實際 很像是對方好像不確定 你是不是也喜歡她 你用行為跟她說 你也喜歡她 而不需要明說 她會從你的舉動行為來感覺 她自己就會比較放心的慢慢推進關係 而假如你是以太主動的肢體接觸去加深了連結感 想要趕快知道答案 對方假如不知所措或是其實沒感覺 那相對的會升高壓力 那麼也許她只有對你一點點感覺 未來就比較沒有升溫的機會 甚至會因為壓力感覺就都沒了 所以就會變成 你可以用行為輕鬆的告訴對方 我對你有感覺 那你對我也有感覺的話 就跟上我給你的暗示 那她假如有跟上 你自己也會知道 你們感情越來越緊密 最後通常就會在一起 那她假如不跟上你的暗示 也許一個月都無動於衷 你們感情是完全沒有進展 甚至有點倒退 那其實你也就會知道 對方不是不知道怎麼去追你 而是她沒有要跟你進入交往關係的意思 所以不讓這個關係去升溫 那當然你真的很喜歡對方的話 那兩三次約會下來 輕微的肢體接觸暗示或是行為暗示 對方死不接求 那其實可以變成 積極的暗示或是明示 也許就真的去牽手 壁咚或是直接說你很喜歡他 去試試看 當然這樣的做法有點像是被水一戰了 但其實不這樣做 這關係也會慢慢淡掉 我覺得也可以拼拼看 也許他真的是一個木頭到爆炸的人 你不這樣做不能讓他有所表示 那我覺得可以在前面的嘗試都不行之後 再用這樣的方式拼一下 那當然越到後面 你需要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相對的 就有點像是賭一個機會了 但通常對方對你其實有感覺 只是不知道怎麼做的那種 在你前面我剛剛講的用暗示的行為 你們感情狀況 就會越來越緊密加深到在一起了 其實在約會聊天的過程中 你也可以大方自然的去跟對方表示 你真的很有才華欸 你會這些很厲害欸 各種可以讓對方覺得 你對他有好感的話 覺得他很有價值的話語 讓他感覺自己好像被崇拜 但也不用每一句話都這樣表示出來 而是聊天的時候有時候帶到一點 那對方假如是很單純的那種男人 也許一開始對你感覺是還好 但是因為你不時的展現出對他的好感 他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他 但你也沒說破 當他一直去注意你 一直想著你的事情 不知不覺中 他也許就會驚覺 自己很喜歡你 所以為什麼要用暗示 而不是明確的告訴對方 自己喜歡對方要不要趕快交往 因為這樣就會讓男人少了想的過程 而當他開始在思考 你是不是也喜歡他 他也會為了確認自己的是一些好奇 去展現一些行為 而你們的連結就會慢慢的持續產生 愛情的化學變化就會出來啦 那當然這些都只是觀念想法 要看你自己本身怎麼去做的 那最基本的 自己不要對關係匱乏啊 要記住 因為當匱乏感很重 其實不管你做什麼樣的吸引策略 效果都會減半 甚至沒效果還倒扣 所以假如你在互動過程中 覺得自己是很匱乏 在這一段關係的話要注意一下 那總結一下 其實就是可以在後續約會之中 自己接觸以暗示物為主 去觀看對方反應 還有後續約會後 他的行為去判斷 過程中讓對方知道 你對他是有好感的 但是不要說破 讓對方去想 去注意你對他感覺是什麼 假如兩三次約會後 對方沒有讓關係深入 或是你們連結感沒加深 那也許這關係 對方是不想交往 會有這個可能性 再來就看你要變很積極的暗示 還是直接迷視 背水一戰去看有沒有翻盤的機會 或是就算了 讓這關係結束 但我覺得真的很喜歡的話 最後真的只能走到這一步的話 就拼拼看吧 有拼有機會 那希望你可以追到這個男生 加油唷 好 你認同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 分享 訂閱 不要忘記按下小鈴鐺 可以照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哈囉 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 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 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 留言 小鈴鐺 告示範 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